好打 还能赢 现在最主要是保证好自己的队伍士气 这一勾没勾到 队伍士气再次滴落 牙膏上来 团战没开 自己半血没了 自己唯一的前排没写了 那怎么接团呢 369绕背 绕背好没用啊 葵葬提直接掰回牙膏 牙膏直接被秒 唯一的大肉盾死了 雅菲利又大挨空了 不过暴女这一秒炸死了鹿鹿 BIN顶不住啊 要找杨淼吗 哲力还没大 或许是好机会 但是这个Q3也太帅了吧 369 但是艾勒克 还有闪 还有操作空间吗 艾勒克 没大呀 有闪也没什么用啊 勾到能怎样 两个大肉往前一帮 直接秒杀了 入了一枪 全是逃兵啊 只要牙膏一死 左边的英雄全是逃兵英雄 根本站不住脚的 容错率太低了 好 过来直接点大龙 看看唯一的机会 比利剑 这波打赢了还有人打 看看暴女能不能抢龙 暴女有闪的 大招有没有中暴女啊 没有意思去抢龙吗 暴女能不能抢掉龙 有机会 抢到了 加油 比利剑 吃了一千赏鸡 贾克是吃了一千赏鸡 有机会 死完了这波 好 只活一个 369 机会来了 贾克是吃了一千大米 Nite怎么死的 好 能不能把嘴巴张起来 现在你们又是了 比利剑把嘴巴动起来 有的打 小修 回水 牙膏掉了半管血 瞬间回满了配合暴女 还有自己的假修 正面过来直接锁住了队友离了十个保险里 到底要打谁 比利借说话交流啊 怎么乱再打呀 一勾勾的还不错 勾出金把这三六六 这个Q伞配合 又被秒了 这个位置哲力乱杀 哎哟 好像没有奇迹 没有奇迹啊 看得到人心碎啊 这乱打了都 亚非利欧三千套 哲力也三千套 有了打哲力三个半 水银是没用的 入了直接被劝退 这不有机会 卡拉威会要美的 能不能回起来 回不起来 那这样大龙有机会 打野倒了 不要打架了 比利借稳一点 嘴巴动起来 把中心一堆 大家点龙就行了 千万不能上去打架 对面没打野的 入了还有大招 一勾勾 见缝插针 没插到 一勾又没勾到 入了的走位 再一勾 终于勾到了 但是有水银 水银干锅 全部给入了用了 再一勾 没勾到 cd6垂死 再一勾 勾得还不错 有秒秒 有重要 再一勾 慢慢勾 慢慢打 勾到卡拉威都要活了 还没死人 又没勾到 两个勾全空 完了呀 卡拉威要活了 还要点大龙吗 再点大龙 危险很大 入了满状态 没大招的 要干嘛 别人 上来卖血吗 把自己杀了 别人 按出来 但是没用啊 起来能怎样呢 拜拜回来 送掉了 牙膏顶在最前面 牙膏也送 哇 呦 又推掉 要一打五了呀 入了 有逼个fly吗 入了 还走位 裸一个Q好 卸在逼个fly过来 结束 彻底疯狂 疯狂走位 顶得住吗 带着大龙buff 过来推你老巢 亚非利欧 白女刀勾得很漂亮 入了被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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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369还在上 369也倒 比安 比安 有闪有夜 左手有中亚 登 登出来 登出来 秒 一个 哎呦 这个打被杂动 会不会又表一个 有可能的 感觉现在 左手伤害很爆炸呀 12-4 QW就能秒 勒克应该 实话呀 现在 诶 这 冰哥在这 说 冰哥绕个大钩子 有F6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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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比安安要被摆了 摆回去啦 怎么回事啊 比安安不摆了 哎呀 诺哥怎么能被魁章提摆回去的啊 大哥倒了 不过二哥冰在 冰能不能力往狂来一波 冰哥能厉害吗 冰哥厉害不起来呀 我吵369干嘛啦 这也能摆回去啊 怎么回事啊 诺哥怎么 有闪有狂风怎么被魁章提摆回来的啊 什么情况呀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会掉的 笑得好开心 左手开心的像个孩子 哇 艾勒克 暴毙次数太多了呀 这把 本来看起来冰哥在那拖时间 369要白给了 突然给人摆回去杀掉了 心碎了呀 这波打完 感觉心态麻掉了呀 回去好好调整一下呀 面对击兔自己胜算很大的 心态调整过来 还是随便赢的 放哥就给他对面放了 我操 够吧 哎呀够不到 阿兵踢了 要打5x5 哲理没大招了 这波有点机会吗 重起来哈 牙膏被帮我打牙膏 牙膏抵不住了 这波折理没大招了 打不过就打不过了 牙膏 闪线下去了 闪线下去了 被老黑挤了 老黑这边把牙膏带上来了 我操把牙膏当球碗 阿兵踢到了个路 阿兵踢到了个路 阿兵还在顶 阿兵好顶 阿兵来的时候牙膏已经摆给了 闪线扣到了 三段剪刀了 阿兵老师喷我喷起来 阿兵老师Q空了 阿兵没办法了 要被包死了这边 Q空大空 勾搭出门 走地 翻车翻过来了 再打 哇擦 插入了 哇擦 可以打成这调样啊 阿兵闹后位置很好 但是人们还没到 冰子尽力了 高高已经送了 冰子真尽力了 高高在那被球踢 在下面玩 他是送了 还救了这 人是想收了 这再不了了 哎 阿兵啊 再标准下暴力有机会吗 暴力能不能扯掉楼 暴力进不去啊 怎么抢啊 进去了 进不去 阿兵击击击击击击把阿兵打了 说啥 大龙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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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T一样的军牌 阿兵 一样的军牌 我操犯 这鬼 阿兵 阿兵有战斗力阿兵 进去先猜左手 暴力撑乱击抢了 再把路人打死啊 心得拉 不开精神啊 心得拉 好 直接晕到死了 配合大龙包 直接秒了 直接攻到死了 没毛病 搞个三张 再看高子的大招了 高子能不能多弹几个C位阿 阿兵蠢蠢欲动 这边再Q 可露露了 关键 这个Q可以拿来 那边放龙了 露露掉一半 啊 寻被晕了 这个好啊 没可以 这边 侧面耳扰者力 耳扰者力 耳扰者力跟不上 分散了 分散了 京东的芝蓉有点分散了 但是里面耳扰太坦 对哲力没威胁了 他这个太坦勾强 勾强上去送了高高 我转个伞往后面撤 哲力拉扯 哲力给拉扯放大了 哦 飞又是死了 结束了结束了 他又被369扣了回去了 然后吃了心得拉一个云 但是那边阿兵还在战斗 阿兵霸中了 阿兵霸中了 阿兵大残死了 阿兵还不难 阿兵仍一大死吗 跑了 有点难 今天是京东 有点粗粗的有点多 粗粗有点太多了 埋伏 埋伏 勾到个猪头 打个QRE给猪头 猪头还是有点小肉的 猪头这里 露露给大 能拆掉了 猪头 杀 打龙 拆掉了 老黑过来了 你打开个369 还要接吗 哲力还想接 这哲力 不想让 但哲力没双招 这波是机会 先来几口 先来几口 打大龙了 高子 勾到才哲力 勾到杀了 没双招的 打大龙好有点危险 恩打大龙有点危险 没勾到 标的还不错啊 露露要被标死了 露露一次血了 再勾 勾到哲力了 哲力没进化了 没钢锅了 哲力加了个钢锅 开大刀了 哲力 露露加了闪锅 开大刀先走 这边 要 边推边打 又勾到了 新的了 又有机身 带着个Lite 有闪现的 叫闪现 又勾到了 哲力大刀没了 可以打了 哲力没打 已经飞了 要赢了 赢了 阿兵 超没打断 没后续吗 没后续了吗 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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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废了 哲力没打了 打龙 除非他小手中大发挥 阿兵 敲了 你敲了 不要这样玩 就到这里了 但是没用 没人跟 阿兵开出精神 老黑有点肉 打不动了一点 阿兵 敲回去 没穿回来 哇操 精多的团队 牙高 跟老黑上去换了 OF6是百刀子 能打一吗 打不过 哲力没打不过吗 我给你丢 打操京东的团队 真不是京东 有点猛 真不是京东的 真有沙包 你知道吗 要摁完 要脏完 就打龙 哲力没打不过 阿兵非要跳出去 阿兵跳过去 然后太阳真的勾过去了 直接牵过来拼堆了 真的是一点点拉扯都没有 乌兰 8500 打不了了呀 现在这边开刀车输了 还有很多人 乌兰有期待 现在解一下往后面撤开刀车 乌兰 乌兰撤错 控制 又被阿兵打死了 这边小心西德拉 小心左手 武器无敌的现在是 左手下个Q1就好了 左手一个Q又秒一个 左手一个垂死了 但是追得打 武器追得打 左手一个秒 又打完了 又打完了 还好啊 这边杀力够高 冰子冲出来了 这波士手下来了 把这边陆路直接载掉 又打退一波 有龙吗 一分钟 一分钟的龙 一分钟的龙魂 这波多了 走啊 是这波牙龙疼 埋伏 群危险 大龙拉扯一下 阿兵血了 大龙阿兵不会又犯兵吧 大龙速度太快了 吊血 第一时间去正面阿兵 没办法了这事件 不去龙就没了 要么消气暴力 消气群者 群者 群者抢到了 又抢到了 正面阿兵就说 开机船吸引火炼 开完之后有医码 哲力哲力大招 哲力的伤害 又被吹回去了 他又被吹回去了 我里个屌 但是阿兵不要急不要急 阿兵还活着 把路打死了阿兵 他正面队友全部死完 阿兵你们收到这个哲力 打不赢了 也可又被老黑吹回去了 他又是那一招 Q3 老套路 他团战致迷于打输出 他输出环境确实没有哲力好 这个友谊说一 对面能见他的人 不少 哲力有人保呀 好像又是那一招 每一次都是中三六九那一招 Q散 然后被推回去 老黑没啥吗 那直接裸Q更离谱啊 裸Q啊 吃米鱼打输出 阿 他抢两大闹都没 闹麻了 费人太多 其实标就是费人太多 暴力夫妻就是夫妻 泰坦暴力垂死 三个人再摆 三个飞 也有说法 也有说法 交踢了 要打要打要打 不管了 发狂了 双戒发狂了 哲力没大 哲力没大的 哲力没大的 这波是最好机会了 对于标记来讲 杀齿地杀齿地 带过来了 完了 看他们秒了 哎呀大招还哭了 冰到了 秒一个露露 但没用 对员呢 推一下 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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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Q3我错 拉扯 拉扯 有蓝刀 有绿蓝刀 但不敢A了 到点了 那就记了呗 哲力翻过来了 切刀切刀 我错闪现 秒了 哲力没大 都打了个一换五 有大我都不敢想兄弟 我不敢想 我感觉这牙膏的太坦像充电宝 他拨拨先手Q不到 然后就一直往前 但是BLG BLG是打经济了吗 还是打下半区的 先打下半区赢了才有吧 抢龙 才有呢 怎么抢啊怎么抢啊 阿比 要一个龙抢大了 我抢了 我抢了 一千块 有龙 你看 struggled went 京技反操了 京技反操了 乌 覃 好 宠的乘戒也成到了 爛 他们都是抚到6 一般都是抚W的 抚透了 都是抚W啦 我看他们打肉好痛阿 他装备好啊 兄弟你有他这个装备一样的 兄弟 反击风暴给369了 他又抬了 哇坏了 卧槽 完了 进了 又是K9 又是 相公 正面勾到猪妹 猪妹被军兵定住 出发愚战 很肉但好像还是要被秒 要死了 没有机会啊 感觉想上去 电一下 感觉只能博命大龙了 帖子 博命大龙接团 博命大龙接团 重刺 这两勾 两个勾子都没弄到好东西 还勾到我没机会了 有水 卧槽 乳乐也太 乳乐真的 真 真有点装 乳乐 乳乐玩的真的有点装 他真的有点装 是吧 好 我们学乳乐是没大的 又超过 好高 好高 还有勾吗 还有勾吗 勾369就行 我这么压高 勾369就有 我再勾 我 我 我 你去 啊 你这个勾子 真 咱 我怎么辜不到 啊 冰 啊 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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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击风暴 反击风暴好了 被带回去了 红白刀 完了 牙哥 哎 嗯 借借借借借借 表达 哇 好推 借借借借借 表达 这京东上线太高了呀 这小团在打的 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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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 离谱到极致的 这是一种滑的 你除非你是 哈利桑那种 老艺术家啊 那种可能 还说花削了 那真没办法 会点一下 老高 老鸡飞 对我们跟 骂勾勒 啊 我 吃这么表达 我死了 我死了 冰 又一种西位了 冰 冰 冰冰还在追反击步步 你还在操作 奈特还在操作 但是 冰哥好能打 我操 冰 牙膏 哇 这就是牙膏啊 牙膏 前面把你看了吗 我夸京东的时候你听了吗 夸京东的时候听过吗 京东打得好的时候 我们夸的时候你听了吗 你没听吧 你是不是只听到了我们夸标记的时候啊 兄弟 别去抢 打团就行 这个龙掉了就掉了 要打团 抢了 开个表 铺一下 369就会 打前排 你摆倒 你摆回去了 我草笔带走了 快了 我要被秒了 YOK YOK倒了 池子 你还在这里了 冰冰冰 3比0 YOK 3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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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耐的失误了 其他人也能给他抖 但是 标记这边 只要有一个人失误了 就全散了 都不住 就全散了 一直没 每次一过去死的那个 又是挺到发现那个 不是被最后被翻了 对被翻了 这样才会被翻 很难的 不是很难啊 YOK这个位置怎么又迷路了 YOK怎么迷路了 剪斗了 剪不了了 哦闪现下来 下面有个369 369把他带回来 这个位置啊 乔哥这个位置还可以哦 要跳吗 跳了 甩身跳 哇 杀的是辅助 辅助 但是 兵哥自己能走吗 辅助 杀手 诶 做出这个状态 YOK之名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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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达这个珠妹 有伤害吗 有点 但是 哇四个残血 都在操作 京东都在操作的时候 别人 主持人杰作 陆罗还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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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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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吗 感觉 这波 这波 已经拉死了还可以了 这波拉死了还可以 哇 这一起来 就是 就是 你用GD好了 对对对对 还两个大度 雅哥想到谁大度了吧 雅哥走过去搭着 他大了四个 他大了四个 卓射这桂架要死了 卓尔这桂架要死了吗 卓尔 龙妹抢啊 卓尔一线关系 没有 双C全死要翻了 What the fuck 大龙回生 死亡闪 大龙回生了 雅膏洗白了 卓尔 雅膏大了三四个 雅膏洗白了 冰好美啊 而且主要是这部雅膏出的装备 这装备这普通装叫什么 这个神化装 呃 反正就是加伤害的人 对 加伤害的神化装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出这个装备 大了四个人 这三个人 队友打他们的时候 都有加伤害 你过到他 0.5秒就没了 0.5秒都不需要 0.3秒好像 所以说吹石打到后面就 没有 对 哇 又不要 入了直接划武器的脸吗 哎 入了这个位置 没有1了 爸 你这个位置好像是有点危险 入了这个位置 1什么时候好 雅膏怎么又放大了 可难未再救 先到39 393几家没了 那就很肉 雅膏 哎 雅膏 空大之窝 孤强 冰要跳了 冰跳到AD了 杀这个新的啦新的啦 喂 冰个 卧槽 冰 没有啊 没有啊 要杀这个 鲁鲁 要杀鲁鲁 我觉得要杀鲁鲁 要杀鲁鲁 没有啊 找不了要不走吧 哎 鲁鲁双C在干嘛到底 干嘛啊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白 我说说 他会很选的 都是一样 对啊 都是一样的 哎 又打起来了 卡纳宾这个位置有闪现 卡纳宾威亚美的雅膏 这个位置想留 卡纳宾吗 卡纳宾好像死了 踢过来366 366没闪现啊 但是路了还活着 哲力路了这个装备 应该没有后续了 哇 右边 金花水银刚过 真不想死 真的没有死 这个路了真的不想死 保这个路了 就不可能输 水银金花加干过 哇 看上次又需要挡勾 你知道吗 标到missing啊 感觉这么边际系有机会啊 勾到勾到路了 又勾到了 又有干锅 干锅加水银一起用 干锅水银都用掉了 将到missing想起头标 上去这个位置想有人啊 但是2倍6 这个位置有大招 勾到 终于勾到了 但是雅各没大招 勾到没了 雅各交闪现 又没路了 没有大招 哎 哲力大招 走吧 哲力大招被拉掉了 哲力没大了 还飙 还在追 等猪妹复活 猪妹熄了 BLG想通大王 但是这个问是没难的 感觉BLG还是得早期会打架 这波雅各 出锅 哦 冰跳出来 哎 吃了个大冰哥要死了 冰哥中央了 冰哥冰哥冰哥 啊 已经没血了 冰哥要死了 冰哥 完了 这个位置好像跑不掉了 冰哥想跑吗 哇 被拉回来 估计这个位置变身 要没了 杀了一个 但是京东这个位置 LG想出出 LG不推了 他撸了这个 不敌 冰哥睡觉有点急了 他那个 现在要大招 他用来看金身的 有点急了 对对对对 他要用中间阻碍 那个伤害的呀 他那个金身等于没金身 丢镜头 他金身还是没血 要一波了吗 要一波了吗 京东 哇 这里打了8500的叔叔 哇 一波还打了8500 没有 勾到这个 录了 录了这个位置 没被勾 录的是小笔 录了这个位置 能上半能秒到 秒了 369这个位置 好像也要死了 369三提侠 三十点死了 冰哥还在这 左手没闪现的 跑不掉了 闪现了 哇 冰哥 哎 棒 你刚看了棒 你跟锤西怎么死的吗 我看了呀 啊 你可以看他左手玩得好 我看他最强的还有电弩 亚高的这个大招马上就好了 右边的中箱都没有闪现 而且现在这个冰哥的位置 现在还可以啊 暴尼来得及吗 8000 7000 5000 4000 3000 2000 只能拼上了 去 又强大了 抱你 哇 冰这个位置 开了个精神很不错 开的东西 开的有点太早了 哎 完了 Alk 啊 大招入了了 入了吃个入了又吃个 入了 这话解掉 但是 入了这个位置还可以输出啊 Alk又被秒了 冰哥 冰哥还在输出 我操 冰哥没用啊 冰 这个笼合了 Alk又被秒了 对不起 我们说 他又把你吃这个 这个这个 啊 啊 头盔没了 换我的话 新的头盔就没了 哎 不知道头盔有什么 你们这次给人家戴头盔 没说那样 没说那样 哇 冰哥真的挺 冰哥 冰哥好能打 我说实话 这几波团 Alk的输出都是0 你们知道吗 哦 他死了8 他玩一些死了8次 他没打过输出吧 嗯 感觉他那些心态也在做 我觉得Alk 不应该会是这样的 比如说Alk打团 根本就胡不了 胡不了 跟G8都胡不了 妈呀 自己上去送这个 不是 冰哥一个人卡对面三个人 你跟我说他胡不了 会当自由人 牙膏这装备现在也不肉啊 皮皮了 要想接这波龙团 这波泽利没大招 倒是个还不错的机会 那侧面被消耗很多 雪蜜蜜吃了一标 雪蜜蜜很健康 冰哥 现在对前面的人已经要扛不住了 侧面贾克斯跳过来 在最里面的人拉回来了 把他 那这样牙膏先死掉 哎 烟花空了 但是露露先倒 不过泽利还是很安全 再次把贾克斯推开 开启动是这位战争区里面顶了很久 输不了 大龙直接开动 体皮亮起来 又是一波新的团战 一标 标的很疼 但是龙一极要没了 有火龙果的啊 想先选 看一下龙的归属到底是怎样的 先把新的拉秒了 吃了一个大重剪 龙被抢了 哎 薰站了出来 虽然说入了拿到了这个薰的人头 但是自己好像也被终结掉了 只是像卡纳卫 直升机摧毁停车场 没办法 这会儿冰哥太顶级了 冰哥轩进人队里了 直升机摧毁停车场 把龙克里的人打完了 龙被抢了 看冰线 看冰线 反转也太突然了 二十多秒的时间 这一波感觉还可以破一路高地 不用了 一路至少一路 冰哥在下面 在河道下方 等待着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进场 这个冰哥的位置很要命的 京东被卡得很难受 但是不管了 持地去找冰哥了 一个人去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能翻墙 能翻墙不 没着急交技能 朱妹顶上来了 帮忙把贾克斯隔开 贾克斯反正间跳进去找 三六角 三六角 开启实险柜石板甲往前顶 而侧面兵 为着拉队远勾到了泽利 泽利交出进化 秒解开 一技能拉走 有露露宽 身上开启自己的超线包闪 他真的跑起来了 向死金哥 往前追一下一技能 但是闪现QA 收掉这个人 贾克斯很能打 但是面对对面三人的包夹 泽利也已经赶到 似乎只能跳眼拉走 正面团战 有点小危险 一推也没能推到人 垂石一勾 勾到了一个珠妹 哪臂好肉啊 但是有TP亮起来 泽利的位置 有点危险得先拉走 拉出身材 冲击卡大卫先死了 这波少人 四打五的局面 但是泽利活着还真能接 能接 这波泽利还有水银呢 左边为了杀这个珠妹 用掉了两个大招 垂石和泰坦是没大的 正面谁先走 一手直左打右的勾 但是没能勾住 两勾全部被泽位扭开 但Missing已经没标的巨残了 一勾勾的有干锅 再有这个推 推到了对面三个人 再往前面去追 一勾擦着肩膀过去 但是也没有留到人 泽利要断大了 泽利被勾到了 泽利断大了 有秒表 泽利的位置得先拉开 耐特也交出自己的一个闪现 369很能顶 时间鬼十八甲开起来 顶他最前面 反击波跳进去 被推断了 但是如然还是没有着急进去 这主要他没大招了呀 是的 这一波好像也没那么好拉扯 表迹调整状态 哎来了 但是有兵兵 兵拉走 这位这一丝血又被推 天女三花 又推到了 369对他最前面 他还没有死 他很能打拉走 但要扎了呀 扎到了这个贾克斯 而侧面 这个泰坦也没法活下来 两边ADC 贾克斯倒了以后 这泽利没人拦得住呀 还能往前追 再次继续往前追着 强传激光 留一下暴女没留住 但是豹子怎么办 后面队友来了 我又推到了 似习灵门 没办法了 他这样 这个大楼要被京东拿下 要一波结束比赛了 现在 上一波团阵 高地塔前 这泽利上已经爆炸了 小兵已经在打了 直接上去 开启三个人来 贾克斯的冲包晕住 但是有水 好像子力被淋了 这一波冰格力天功 但369还是有点能扛到 侧面威胁到了 Night Night一个人 面对对面几个人的追击 一个人现在先收到一个锤石 自己的冰格 黏住 但后面又拿到一个三杀 什么人接下 没办法救不下来了 厄菲罗斯也很能抵 剩下贾克斯和厄菲罗斯 局面再次反转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兵哥的反击不摸 敲后白太要命了 不被逼要及让 找到机会 这个没那么好让 没理由吧 兵哥又在绕了 兵哥绕了 看到了 京东没有直接打 兵哥 有强转激光 这回是真打了 打得速度很快 非常快 8千 徐克一波抢龙马 7千 他说的血量要尖底了 跳进去 抢 抢 他又一次做到了 但这个位置 甲克斯第一时间 面临重人的急火 而侧面 艾奥克被拉了回去 要被秒杀了 艾奥克倒了 但这个位置 甲克斯很能打 甲克斯跳进去 在最里边被推晕 而侧面亏仓体配合 他还在打 见到脸上 最后还是没办法 没有反击 这把比赛最后还是三比零 冲冲带走标记 这把比赛其实 远比我们想的要更加的剥折 而 BLG在 劣势的情况下 也是屡剑齐功啊 表面上这是个三比零 那实际上是一个拉头无比 willing to give the Ophelios Zeri, Lulu we're happy with this as well now fishing for the angle though again Bin on the back side your eyes on Ruler Ruler's the one that matters 369 Bin unspotted as of yet will they be able to get onto him now they finally see the jack the fight still going the tanky front line is there he brings him back into the waiting arms of Ruler he's now legendary hand delivered the ulti from the Ophelios goes wide but they jump into the back side they take out the Lulu but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because Ruler is still unconsistent Shun can't keep going and Ruler stacking looking for the angle 369 with a pullback he finds it immediately Elk barely able to make it on the Simpsi it's Elk versus the world can he get this done Shun with a poke damage will finally get cut down Elk and on on the bottom lane of BLG the last two last standing they have to try to get it done but they don't have the damage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and they certainly don't have Ruler they're standing tall they're going to take the dragon questions were asked whether JDG were going to show up at MSI and they have been silenced JDG are a fighting machine and they just won't JDG they're on to Baron on to Baron what feels like last chance for BLG as JDG get further and further ahead it has been over the wall it is Yagao in the pit can they make it work 2k getting low or a stun is going to be massive the shutdown of the night could be the start of a perfect fight Elk waiting over the wall the Nidalee stealing and Elk untouched it is time for the Ophelios to shine but it is Gigabin in the back line finding a way to make it work JDG overstep and they will be punished BLG come alive here in the third game just like that Gigabin finds his moment JDG overstep into the Baron pit and BLG are happy as they are to collapse and pick up both the Baron and the team fight win yeah shouldn't have been we are poised we are at the cusp of a massive 5v5 but both sides right now just fishing for the angle 369 continuing to poke spheres being laid down by Knight ready for the angle big sphere on the missing Ruler continuing to try to find it the ult going to go in on to Ruler Bin going to try to isolate that target but Kanavi there to body block Kanavi there to keep the jacks at bay Ruler ready to fire back 369 popping to Gargoyle Stoneplate it's a slow controlled fight from both sides we're waiting for massive poke on to Ruler now they're trying to find the angle 369 to the back side and again they burned all their CC and it means Ruler gets to run rampant if you want to kill a god you become a god but they are not close Ruler making it through the fight tearing through again all it took was a moment all it took was a few cooldowns to fall away and JDG take the fight the patience missing the team fight out of that jump with your ult and now back to live Kanavi hooked up Elk free firing for now but it's just on the Sejuani it's a slow extended fight Kanavi about to get burned down here they're look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tank line they're going to find one 369 needs to be careful now will they fish for the re-engage right now now a man advantage for the side of BLG waiting on cooldowns waiting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push forward maybe going to threaten the Baron here big risk Syndra waiting over the wall but there's no jungler there's no smite maybe they can get it done the hook not quite going to connect missing getting lower and lower the Spears just continue to land Shun making good on the commitment to Nidalee in the draft that one going a bit wide Ruler hooked up Ruler able to make it out a massive scatter Ruler again just needs to continue free firing but BLG see they know that they need to back away the ulti from Zeri is so key to the damage output and now they see their opportunity to go in once again the ult not going to be very effective Ruler still untouched for now 369 unkillable Bin just desperate to get to the backline but again the knockbacks just keep coming Ruler wants to keep dealing damage and JDG are doing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keep him safe four seconds until Kanavi, BLG are trying to burn down the burn because they know he's coming to Bingo D oh again the body block there to make sure the Ruler's untouched but finally a hook's going to land but no again the scatter they just will not let Ruler drop JDG so good at protecting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sident's about to rain hell under the front line of BLG but Elk ready now to fire back Red and White but they're still going to fight anyway they don't give a damn Ruler backed up by the team again finding a way into the fight JDG are just too damn good in a display of some of the best team fighting we have ever seen JDG again and now JDG have had enough they are trying to close this one out my god look at the jungle mid duo there Knight as well so much damage is protecting but now they need to keep Ruler alive once again the knockup is there the chain CC finally coming in maybe they've finally taken Ruler out they found the angle they found the shutdown I thought it was impossible but finally they will break through the AD carry Elk continuing to step forward can they keep the fight going the hook now going in Knight still standing for now a double kill for Knight Knight going golden he's just too damn strong he's a triple he's 9-3 he's got the death cap he does so much damage but the Avelios is there it has been an elf breaking through JDG finding the angle staying alive in game 3 every time we give it to JDG they overstep clean textbook stuff but it's been again on the flank looks like he was spotted briefly don't have great vision of the wall actually not sure if they can see him but it's a similar story as they can't see into the pit trying to burn through this bear i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ut the fight is going to be all that matters 4k getting lower desperate to finish this one Natalie over the wall and again the steal coming through BLG trying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Elk on the backside untouched green and white now trying to get out to safety but he's pulled back into the middle of the team and the AD carry is down so it is all eyes on Ben Polymore missing taken out Ben needs to get everybody else if they want to win this one but already the fight falling apart will Ben be enough he's trying to finish off Ruler Ruler's sustain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n is strong but he cannot take out JDG JDG find the win once more it was so damn close but the door is shut and JDG will take the base and JDG reminding us why they are the best team in the LPL they proved it against BLG once they'll prove it a second time here they will prove it a third and now they can pro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better than the best seed from the LCK as they will face T1 in the next round what an incredible series here from JDG BLG definitely made him work for it but the team fighting is just so incredible to watch from JDG I tried to penetrate this video level this fight by legend depending on 5th that once he went.. from JDG is the other分 he revealed how do you.. he is look 如果第一时间还是没能被针对 他又要瞄准了薰 薰被迫跳走 甲克斯已经被私人给融化掉了 3-6闪现起来 Q3敲回来艾奥克 赶紧灯笼拉开 艾奥克还在拉扯 如果这波输出环境也不错 但是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又是一个拼出前锋 再加普攻 3-9战获人头 虽然说勾到卡拉尾 但是艾奥克已经被地上 闪现跟输出 ADC对位击杀 有心得了 拿到团灭 哇 这波 369也太帅了吧 那个大招 他那个大招是把泰坦大回来 就他自己是顺利的逃脱 大龙打到一半 是的 甲克斯很快的 要看这波的控制来 牙膏先进去 要去吸伤害 2000多的血线 肯尼要先去打这波大龙 甲克斯挑战到位置 先去秒掉了中单的Night 入了开启超线 也要被甲克斯盯住 甲克斯这波肯尼要立功 又是个挑战 5000块 甲克斯看下一波WQ 又是瞄准369 39赶紧上墙 这波哔哩哔哩要打赢了 看下一波闪现 要被决定枪给定住 甲克斯再拿人头 我标记这波拼死一波成功 而且龙也被标记给拿下 是的 这一波大人头的杀当 对于兵来说很关键啊 两极反转 这波JD级的硬打大龙啊 双C没有散现 是直接面 薰衣在旁边 一直尝试着一标接着一标 加速已经结束了 甲克斯随时准备跳转跳上来 是的 兵在右边蠢蠢欲动 又是标到了MISS 打成了半血 但他现在只能考虑到ADC的安危 ADC已经被套上了深水炸弹 甲克斯要到脸上 诸美直接帮助ADC 顶了甲克斯一头 甲克斯被迫转火39 自己逃开 他们就开着手 防光普照 这个盾很厚 哎 这是牙膏直接勾了一个墙 没能勾过去 自己要受到第一轮的红色帮激活了 甲克斯再到人群当中 朝鲜爆闪开春 泽力可能来到他的战场了 先瞄准牙膏 双C已去其再瞄准薰 薰也要被他收割 甲克斯先收到辛德拉 但是自己一威二威不过 369也到战场 配合队友给他承蹲的控制 甲克斯反击风暴爆摔 只能跳延走掉 走到蓝Buff处 但是队友已经全部倒下 有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但是没人能猜到他 是的 先多过到卡拉维 卡拉维吃到了锤石的一个素质三菱 但是珠美太肉了 他身上还有余战 叫他闪一下路 还是给了他一个狂野生长 省长不起来 罗地369 想配合队友打一包Q3 没能将甲克斯给撞回来 秒掉了 这波标记有一波5V4的机会 并且大龙 大龙是在场的 没有打野 这是标记的一波机会 但是京东其他几个人 位置是很好的 他们要跟标记打拉扯 撑到卡拉维的复活 missing 这个血量已经有点体力不值了 勾到了猪了 但是应该有一手干锅 把他解掉 挑战宝战再次开出来 猪的位置很好 现在标记至少是没有办法 去动这波大龙了 三菱又顶前面 他现在是很肉 这一勾是勾到了奈特 但在背后开了手惊身 请飞剑一炸出来 效果一般般没能打出伤害 三菱又要再吃到垂直的勾子 开了手佛光普照 这个盾很厚 贾克斯反击风暴开出来 但是没能跳了 请他这个推球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双方阵心再次拉开 大龙必须要被惊醒了 卡拉维还有6秒 标记必须抢这波时间 他们正在跟时间赛跑 如乐还在布林拉扯 他身上毕竟是没有大招 贾克斯挑战 只能张三个九 Q3没能下回来 但是这个吹还是不错 如乐要瞄准阿兵 也让他来起身 抱起标也不要哭了 反应风暴救了他 但是没办法 他被三个九大招带走 再接披露前锋 将其带走双方 关键看C位的残局 如乐身上右手盾攻 他很能输出 既然对位秒掉了 艾奥克又躲掉了锤石的钩子 已经完全到他的输出环境了 三下两下秒掉锤石 看下WQ 军又被超越距离的抓而不翻给推到 若者推散 中美拿到团队 带着6000多的经济优势 带着大龙buff 直接大兵压进 第一组Meta已经快速地倒下了 勾到了如乐 同时甚至乱扎两个 反击风暴再次到如乐 如乐被秒了 贾克斯吃到这个人头 双方打了一位一的互换三个九 这个盾结束 恐怕贾克斯再次挑战 瞄准另外一个C位就是Night Night回首又一起一个退休 但是贾克斯如影随形 他盯上了Night 再开反击风暴 Night开这种精神 但是可能要被盯上 精神过后 三上了Night 但是贾克斯一个W 直接配合F64上海 讲起战杀 F64和贾克斯 现在他们就是双C F64也拿到WQ 我不要急这么团战 硬是吧 这边如乐给秒掉了 在上半区 这场比赛这里 记得在大龙处 其实是犯过一次错误的 内部大龙 让局势实现了反转 好像在打了 打的速度很快 相同的位置 关键是看如乐 和贾克斯的正面对话 Night在埋伏 先以后得了39 39用披露先锋 先去规避一下控制打大龙 速度可能要打了 但是暴虐 直接将其抢掉 关键是要看后续的团战 贾克斯看出中下杀老 39扛出第一波的伤害 绿摆到二肥六四 但是要被带回来了 被39给带回来了 配合同用 将其秒杀 就可再次站出来 暴虐算数咬死了露露 但是露露的环境 还是没能被限制到 贾克斯反击封法结束 再接挑战 他打出了脸上 两下三下 就是两下普攻 将贾克斯给失落 这是JDG一波的节奏 这波抢到了大龙 但是没有增加战斗属性 这边团战 AD被秒的瞬间 感觉这个团战 就完全没有办法赢了 是的 369关键的时候 还是369 披露先锋 再加上大招 直接瞄准了 对方的核心ELK 我们要恭喜JDG 挺进胜者组决赛 是的 恭喜JDG 恭喜JDG 3比0 迅速地赢下比赛 这BO5的三盘 是一盘比一盘精彩 一盘比一盘精险 一盘比一盘精险